在高中市有一名五岁的男童被人发现 一个人在饭店里头徘徊 这怀疑是不是粗心的妈妈忘了把他带回家 就饭店人员赶紧报警请求协助 他饿了一整天 看到警察备备准备的东西马上狼吞虎咽 还好园景在四个小时之后终于找来男童的姑姑 还有他的阿嬷让他顺利回到家 园景牵着年仅五岁的小男童走进派出所 童言童语的他一进派出所就只喊肚子饿 因为他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穿着黄色背信的志工妈妈细心的擦拭小男童的脸部 安抚情绪终于让他说出自己的名字 才让远景顺利找来男童的姑姑和阿嬷 由他母亲带他到饭店去住宿 想要去投诉了 结果他妈妈就先离开了 很早了 都没人接电话 因为他不接电话也中断了 他母亲没有去带电话 原来这名男童是在11号被妈妈带去饭店住宿 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忘了把他带回家 留他一个人在饭店徘徊 幸好饭店人员发现才赶紧报警请求协助 他蛮健康的 现在已经回去念幼稚园了 初心的妈妈竟然会忘了带小朋友回家 幸好远景花了四个小时联络到男童的阿嬷 才让他顺利回到家 中天新闻记忆 高雄报道